花莲是石头的故乡 花莲县文化局举办了2023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 共有五国十位国际石雕艺术家们所完成的实践作品 全新的大型石雕创作 包括了法国珍宝罗查伯莱斯的作品 还有富里香公所也特地的和文化局合作 在富里香火车站前设置了心灵与物质石雕 期待能够成为富里香的新地标 花莲县是石头的故乡 花莲县文化局举行2023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 总共有五个国家十位的国际石雕艺术家们 所完成的实践全新大型石雕创作 包括了法国珍宝罗查伯莱斯的作品 富里香公所特地跟文化局来合作 在富里的火车站前设置了心灵与物质石雕 期待成为富里香的新地标 日前我们刚好谢谢我们的花莲县文化局 我们也跟他特别申请了 这个由这个意大利 珍宝罗查普莱斯所所雕制的 国际石雕的这个心灵物质的一个大型的一个雕作 大作 我们也都放在我们的战前的一个广场 晚上还有打灯 打两盏灯 所以整个的一个风貌 整个战前的一个风貌跟公园 真的是另外一番型的一个气象 张冬腾说 富里香的艺文活动较为不足 期待透过各类讲座活动展览等等 让民众除了有机会透过参加各类艺文活动 来提升富里香的文化气息 再做再做精致一点 我也期待 变成一个我们战前的一个艺文公园一样 艺文公园一样 我们期待我们很多的乡亲 不管是早上午清晨 或者是傍晚或者是白天 都能够来到这个公园附近来走走 更期盼借由这一次设置石雕作品 吸引更多喜爱石雕的旅客来富里游玩 带动观光产业发展 以创造文化教育 及观光产业创新价值的双赢局面 记者高窗双富里香采访报道 观光产业风